大家好我是孫女 到鄉下粉絲家打工成本的企劃 今天有新篇章了 但是呢這次沒有在鄉下 是在台中市區 而且這工作我貌似也幫不上任何忙 因為他需要一點專業的技術 不過這樣認真想想 整個企劃就直接變成了到粉絲家成本而已啊 但沒關係 這個粉絲的工作呢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特別 而且大家在生活中一定都遇過 就是傳說中看到要退三步的 大學長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去年我辦了一場沒有小卷調的夜調小卷活動 上船之前有個粉絲送我來自台中的鳳梨酥 感謝 怎麼這麼好 真的 謝謝 怎麼這麼好 謝謝謝謝 活動結束後 他甚至還順便載了三個粉絲回台北 而這個熱情台中粉絲就是 要大學長 沒有啊 因為我是開大專 大學長 你是開大專的 因為鳳梨酥結緣的大學長 元宵節的時候因為去金山找那個男人買茶壺 又見面 當時又瘦瘦的大學長自己做的蔥油餅和肉燥麵 送我一個網紅 一天到晚趁人家東西實在有點不太好意思 後來終於讓我找到了回報的機會 既然吃了人家鳳梨酥 至少該還人家奶油酥餅吧 於是就外送了我在大甲做的奶油酥餅到他家 大學長隨口問了一下想不想去看我的大車車啊 沒有 他沒有這樣講啦 於是 參觀一下大學長的板車 看一下職業駕駛的車子 好多東西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東西 很多格西還有這個 逃生工具 我以為要砍了 因為有時候樹太低 然後就把它弄掉 不愧是台中人 哇 好大 好大 你坐上去看 你等一下看那個死角 完全看不到 看不到欸 對啊 學長消失了 這邊有死角 這邊有死角 蛤 哇 等一下 好正喔 然後還有一個超強電風感 喔 冷氣是跑光排 所以一定要用這個 然後就這無線電 就是你可以聽 這是板車頻道 板車頻道 然後這個是國道1號 學長有聽到嗎 沒有學長在線上 今天禮拜六 禮拜六 有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在前面 拿一次 欸 有兩種 你按了什麼 這個嗎 對 所以平常要按哪一個才對 這個比較有威力 這個好像比較大聲 很多種機器我都要在 外手啊 各式各樣 各式各樣 那藍色這條是什麼 那個是氣槍 因為有時候 爬完身上會很多灰塵 然後 我一上車之前 我就先這樣 然後我還可以把整個車撐起來 車子會整個撐起來 撐起來 撐起來 還撐到兩層都高 因為有時候路會不平 所以會需要這個腳把它扶住 好高啊 笑 有點可怕 大概兩層 好可怕 所以撐起來是為了要避 避開一些障礙 對對 然後這個 這個真的會動嗎 會 看起來很困難 不然我可以載你們一圈來 為了驗證時速表 到底會不會跑 大學長決定載我們出去逛一圈 好真的 很慌啊 就跟你說要吃櫻船藥 好慌 這跟阿里山小火車一樣 好可怕 哈哈哈哈 開一開 大學長如何轉這個彎 先往左邊看 哇 感覺要撞到牆壁了 天啊 都覺得很像旁邊很像玩具車 呵呵呵呵 喔真的很慌耶 真的很跳 而且這是平路而已耶 對 那是早期一次的話 你會整個人撞到那裡 不是會整個人 撞到那裡 哈哈哈哈 好大聲 因為有了這個刺激的板車出體驗之後 覺得實在太有趣了 於是問了大學長 明明能讓我來趟 板車換宿之旅 準備上工囉 我們要出發了 今天是體驗當大學長的助手 第一天 僅此一天 呵呵呵呵呵 開始抖了 大學長開了板車主要就是 站運各種機具到指定的地方 我們今天的第一個工作 是要把18米旅帶高空車 載到工地去 我們第一站距離這裡多遠 距離這裡 要是不塞車的話 二三十分鐘 二三十分鐘 你可以離它這麼近喔 還可以更近 你看那個凸得很近 喔喔喔喔 現在其實一台摩托過去都還沒問題 這時候大學長打開了無線電 而這次 終於有其他學長在線上講話了 只是 又一個是聽得懂啊 你有在聽得懂他們在講什麼 現在北標要軌八就是那個工女士 喔 北標178有什麼礦嗎 就是有個礦 礦 喔喔喔喔 礦 對 對 然後南標有 喔喔 然後講幾公里處有什麼情況 對 然後我們都習慣講 123456 拐8 拐動 拐是什麼 1到0 拐就是7 喔喔喔喔喔 然後8就是8 9就是拐 然後動就是0 所以他們講1拐8就是18 我們要上高速公路了嗎 對 欸好塞喔 這就是最煩的情況了嗎 對 就是不要遇到什麼 等下遇到機切的就很適合 喔 對我們來說 現在擺設那台就有點慢 要吵他車 就是要慢慢開外線 我們就不會 就不會這樣 操作的時候 就要往上前 喔 好 已經到了嗎 到了 然後把它塞在那個 雙黃線的最尾端 最尾端 哇塞 好可怕喔 大學長準備把這台高通車 開上他的版車 上馬 開始工作了 版車助手獲得了第一個工作 掃地 版車助手失去了第一個工作 前後不到15分鐘 我都還來不及反應 我們又再次上路 準備把後面那台大家夥載到工地 欸師傅要下在哪裡 欸師傅要下在哪裡 到時候走進去 到時候走進去 沒了 沒了沒了 沒了沒了 下來了下來了 像這種地就是要用輪帶的 你要是用輪胎的話 就會限車 這個應該給你操作 這個你操作 那我現在要幹嘛 現在按難 現在按難 然後舉著跟車頭一樣比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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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工作了 除了掃地之外 我還可以消除遙控器了 版車助手第二個工作 操作遙控器 我盡量就是現在是壓在水泥地上 所以他剛其實本來不太願意讓我倒進來 因為他會把整個爛泥巴弄出去 弄出去 就是我們會盡量希望把整台車開在工地裡面 要是在路上遇到事故還是怎樣就很麻煩 如果把爛泥巴帶出來會被罰錢嗎 你要是沒有清的話 害人家摔倒 騎車摔倒還是怎樣的話 人家高你高的車 還好我剛剛有認真掃地 緊接著我們又出發去一間鋼鐵廠 把一台21米輪胎高通車再回場 然後再趕到太平 把一輛找剪機從A工地上到B工地 雖然影片剪起來好像很快 但其實中間發生了很多驚險的事 例如 我的脖子 要小心 這個都會掉吧 鼻桶原本是滿的 這樣還回去 除了霧震 好近 最要注意的就是右邊白色的車 這樣停就是最危險的地方 還要嗎?剛剛要停一下 停到這邊 停這邊 他停那邊你根本過不去 他停那邊你根本過不去 不過那個腳通常就沒什麼 在鎮波就是找緊急 那條電線就要很小心 我從頭到尾完全沒有在關心電線 很正常 盡量持右邊 因為它電線是這樣 中間就垂下去 這條很低耶 因為它現在電線上面都會裝那個西港池 所以其實你是扯不斷 因為整個電線桿都拉遮 這樣感覺 一支電線桿是萬 一支電線桿是萬 感謝大學長讓我知道電線桿售價喔 這條電線桿是萬一支電線桿 是萬一支電線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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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普世五華的大車司機午餐 我們有立刻上車趕去再挖圖機 我們有立刻上車趕去再挖圖機 而我身為一個板車司機助手 上路前幫學長問一下路況也是很合理的吧 等一下給我按著講話 然後你問他說 請問學長後里南有沒有礦 好 那我按囉 請問學長後里南有沒有礦 請問學長後里南有沒有礦 你就是說 超收有感謝 超收有感謝 還是表示現在後里南有開 學長抱歉 學妹還是完全聽不懂欸 你剛剛問後里南有沒有礦 就是後里往南下有沒有路礦 我們講後里就是直接講地棒的意思 所以他說後里南有沒有礦 就是現在後里有沒有開地棒 然後他跟你抱小鬼 就表示現在其實是 有開地方 人家說村裡面的公務員叫小鬼 那沒開叫什麼 田口 就是那個三角椎 他沒開會把三角椎 然後也學會跟你抱倒 就是他今天倒電沒有營業 對 他們就倒電了 然後有時候是他們會佔領 他們去上廁所來幹嘛 因為講到小鬼一半條 有時候就說他們 重點是除了這些 竟然還有 還有 還有啊 學長們 我們駕 駕那個後櫃車叫北東 舊戶車叫小白頭 小烏龜就是小車 然後 駕駛就是貨車 因為他問題多 然後一撞到就會翻車 尤其是那種 三噸半以下 就只好一顆而已 倒進來 有了 那就他怎樣 val 你要五十 注意前車 抖抖抖抖 就是表示現在是回堵的狀況 哦 抖抖抖 是回堵的意思 其實就是他 週期後面的學長 你 請你不要開太快 大車司機是很在用 那就無聊嘛 就是有時候開車無聊所以其實也不會無聊 因為你無聊的時候就在想你有東西 我等一下居然要開後面這個東西 太精彩了吧 好等一下喔 好 把這個往下扳 好你先往前推 這兩隻是前後 這隻是前後 一隻手這樣子 對 往前 對 這樣就在動 然後往後 往後 對 哇 然後舉起來 左手 左手這隻 往後拉 然後這往前就是放下 對 慢慢放 慢慢放就好 你可以轉一圈 哇 哇 你敢相信我在開 挖土機 哇 Oh my god 我因為太興奮 直接忘記要體驗挖土 但沒關係 攝影師 有記得 那麼 就給大家看一下 夢想開挖土機的攝影師 挖的第一抖土 可以嗎 他可以嗎 哇哇哇 Anytime 哇塗失敗 完全被挖起來 還好啦 最後選擇了攝影 而且我以為開上去在那目的地就沒事了 沒想到大學長竟然說 還要去加油站幫挖土雞加油 然後你的手左手對 然後左手左手對 左右手就這樣 走過去嗎 可以可以 確定 對 等一下等一下我手卡住了 再來再來 左手左右滑 我的天啊好可怕 可以拉我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要走嗎 啊耶 我的天啊 再高一點可以嗎 就是這樣子嗎 對 現在大概4.1吧 哈哈哈哈哈 4.1公尺加油 它是加油口 為什麼不能坐在下面就好了 誠摯的給挖土雞公司建議 拜託把加油口住在下面啊 把挖土雞下掉之後 我們還有最後一趟 要把兩台高空撿到車 OK 再到彰化 那遇到三寶比較煩還是遇到那些死標仔呢 應該是三寶 因為標他自己會轉來轉去轉來轉去 但三寶就是摸不透他的套路 你就不知道他 他到底要幹嘛 奇怪你不是打右轉的嗎 你怎麼用一直死手 你不是打右轉的嗎 你怎麼左轉 怎樣分別是不是三寶 要是開車的話就是在車子裡面 戴太陽眼鏡 還包著冰不透 我沒有 不知道我們技術都不太好 我沒有 我沒有 一旦晚上沒開燈 然後退一下 然後我會提醒 通常我們大車會閃大燈 所以有時候閃燈不是在迷你車幹嘛 是在提醒 是在提醒的 那你的大燈忘記開了 不要別人一閃燈就這麼有敵意這樣 對對對 有時候可能看他沒開燈幹嘛剛好 紅綠燈的話 我就拉手煞車 然後下去跟他講 下去跟他講 我就說不好意思沒開燈 台中還是有這種好人的 哈哈哈哈 不是一丟你車窗就要拿球棒 哈哈哈哈 大落槍 哈哈哈哈 在台中被喬車窗記得 先看是不是大學長喔 下班啦 下班啦 下班 非常好的蜘蛛吸收 這邊也可以是小便等的 嗯 抱吧 哈哈 其實職業駕駛都可以在這裡上 你真的有在這邊上過 有啊 真的有 其實剛剛就有一次 是你們的打線人 哈哈哈哈哈 因為你這邊是死角的 哈哈哈哈 原來這才是死角的正確使用方法 充實的一天勞動結束後 我們跟著大學長一起回家 大學長帶我們去參觀他的房間 你要介紹一下你的房間嗎 我的房間喔 其實沒什麼 就大概就這樣 這個是類似骨灰彈的寸牽頭 這是我奶奶留下來的 那個螺絲密碼 對 如果想說之後可以簽啦 搞不好奶奶留什麼姿勢 簽了個都沒中 呵呵 再來不是奶奶的姿勢 這是第一次 這 因為我蠻喜歡棒球 然後這是 第一次 接到那個全力打大賽的球 中指嗎 對 中指全力打大賽的球 喔 還有這個 我以前喜歡釣蝦 這個釣蝦組 這個線都自己穿 勾子 這個自己穿 之前開大車的時候 我老闆還不錯 老闆會直接 幫我出3小時的錢 叫我去釣 因為我不遲 然後等於就直接把蝦子 送去他們家 代客釣蝦 對對對 以前還會釣去賣啊 所以這是秤重的 這個工作其實就是 要是我身體沒有 除意外的話 其實應該是有去做的 可以那個小貨車 直接從碰島上 打開去 然後就腦震盪了 那個時候前前後後 休養了3個月 然後每天都戴這個 還要戴這個睡覺 重點是要動 戴這個睡覺 對啊 因為你不能亂動 那他有陪你錢嗎 有啊 陪了算是幾萬 他的保險每月 那這樣有完全好嗎 現在其實就是 但是有時候還是會暈眩啦 所以才覺得 板車不太適合就去開 沒想到 才來當一次板車助手 就直接變成最後一次了 那你坐到什麼時候 坐到4月底 就是這個月的月底 然後就要去打工換書 那你做這個工作做多久 前前後後三年了 然後開車 從當兵的時候就在開了 在當兵的時候是開長官車 遇到最扯的就是 我在長官的助理 然後他也是軍人 我已經打方向燈 我想說奇怪 他後面都沒有車了嘛 我就已經切過去了 然後他就說 同志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不行 我說 報案轉換怎麼了嗎 後面沒有車啊 他說不管 你要閃3秒鐘之後 你才可以切過去 然後我就說 不是 然後後來 退伍之後第一份工作 送那個南北雜貨 三頓半 把那個50公斤的糖 或是鹽 扛到店家來幫他收 然後那個開完就開 開垃圾車 以為開垃圾車比較便宜 因為有那個子母車筒 實不實要分類 台中的規定就是 一個車的斗子裡面 不能超過20隻鐵鋁罐 或寶特瓶 超過連續三次 你那台車就要停半年 所以他自己去 把那個 垃圾撕開 那時候有收過醫院 醫院的最難收 裡面那上面是養老院 尿部種有名 然後裡面就夾在一些鐵鋁罐 開完垃圾車之後就是 開那個 醫院的長官車 然後醫院的長官車開完之後 就開板車 坐了一年之後 先離職去開捲鞋車 然後捲鞋車之後又回來開板車 那哪一車開下來 最喜歡的? 應該是板車吧 對啊 因為板車比較 我比較喜歡自己人作業 無拘無束的感覺 就我開車生涯大概就是這樣 看到現在 那你是單純喜歡開車還是? 沒有就是一份工作 雖然以後不開大車了 但大學長還是希望 誠摯的用切身的經驗 告訴大家 珍惜生命 遠離大車 那看到大車真的要退三步啊? 要 就是其實真的死角 死角超級多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很多人喜歡那個 用我們的板車躲太陽 最危險的時候其實就是 等紅綠燈的時候 因為等紅綠燈 你要一直這樣看 你要是沒有一直這樣看的話 你就很容易突然一起步 就高了 最想要 就是跟大家講 就是盡量不要 突然在大車面前擊殺 離他遠一點就對 不管是你在前面還是後面都可以 可是就是切記千萬不要在前面 踩煞車 對 有些運氣好的會殺得出 運氣不好你就請不上去 或是你可能就晚七天回家 對 以上就是這次板車換術之旅了 雖然身體沒有特別勞累 但精神壓力卻異常的大 明明不是我開車 卻一整天都提心吊膽 會不會撞到誰或勾到什麼 360度都得注意 不然隨時都會把自己或別人給送走 而且不是每次都是好走的路 這就是一個橋對不對 對 水庫裡面的電橋 對 然後只有兩邊別 然後下面就是河流 我跟大學長說我開車很怕遇到大車 大學長淡定的說 你要相信 他不會撞到你 的確坐大車一天後 就有種旁邊都是玩具車的錯覺 不過這才容易令人鬆懈 時刻都要提醒自己 這是移動神主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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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還是有很多惡劣的大車司機 但同時也會有下車敲你玻璃 提醒你大燈沒開的學長 最後祝福大家都行車平安 也祝大學長可以安全下樁 你也算你 對了 忘記告訴大家 大學長平時跟阿姨還有大哥一起住 阿姨是鋼琴老師 而大哥 那是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快炒店幹的 有入鏡嗎 犯罪紀錄會拍下來這樣好嗎 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人 他荷蘭公主啊 你看看他是全部都北西亞 就很時尚啊 你看 嘖 不是因為這樣 邊大便的時候可以邊烤 大便的時候可以直接 因為剛好在那邊有這個人 還是一個會在廁所放烤土司機的超級怪人 關於大哥的畫面故事 下次再見給大家看啦